这狗只估计严重中暑了 看这样子 而且肯定是人为 热的它 躺着一直转圈圈 狗只说天太热 于是好心人又用冷油给它冲个凉 村医说它是钉子入了头 已然就不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到底是个傻狗 反正它不会是孝天犬 回归正题 孝天犬其实是我国的戏犬 是土生土长的中大型狩猎犬 因其每天需要巨大运动量 现如今养的人很少 是一只需要开着车 才算是有效溜的狗 跑起来速度高达六七十脉 还不能放开让它玩 要是遇到星期十五 激发出它内心的狩猎欲 那事情可就不简单 相比之下 这种北京犬却享誉全球 深受贵族喜爱 妥妥的狮子头 腿短毛长 除了一张脸 其他啥也看不到 体型小却是泰迪的两倍重 肯定不爱运动 因古代皇族才能养九居深宫 保留了这纯正的血统 可惜 后来也被引进去国外 与其他狗狗产出后代 然后还参加选美大赛 不得不说 外国人是真的爱选美 不管啥领域 他都喜欢拉出来跟人比比 我封销啦 一个早就会有充 Server 海运动 ここ给你 release 内容啊 中剧